OK,我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的共同点 那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共同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很相似,很接近的 我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至少是很相似,很接近的 那具体的体现呢,就是我们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的看重的点 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更注重感情 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坦诚,然后真诚的去对待别人 对,于是我们看到那种装逼的啊,或者是那种 就是你明显能够感觉他在吹捧自己,或者是在 不真诚的一个状态 对,我有几辆宝马,我有几辆 So what?你又不送给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聊一聊 知道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啊 就是你真实的感受,你真实的一些 你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想要去听你讲那些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啊,然后那些附加在你身上的东西 我觉得那都不是你自己真实的呈现 对,而且那个其实也不重要 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的 对啊,我没有车,那我 你是能送我一辆吗?就是我没有车,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吗? 我可以坐公交车啊 而且更环保 对,不理解 OK,好,那我来说,我也写了几点 OK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共情能力非常强的人 就是我们两个都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对方的痛苦 然后对方那些可能会觉得不太难以启齿的一些点 还有不爽的点 对,不爽的点 我们两个都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和倾听和感受对方 然后哪怕他可能不太能理解我的一些感受 或者我们不能理解对方的一些感受 其实感同身受是很难的 是不存在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尝试会把自己放在你的角度 然后去思考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也会很生气 我会很难过 我会怎么样 我觉得你也是,对我也是这样子的 对,是的 就是很多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有的时候可能他都觉得也没有关系 没有那么生气 但是我可能在手机这边我已经觉得 怎么回事 怎么能有人这样对他 就我自己就其实觉得很生气了 就是我还觉得挺奇妙 我那个摄影机有点出了点问题 我们现在换成手机继续聊 OK 第二个点我写的是 我们两个都能够非常好的倾听对方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容易 就只是照顾对方的情绪 所以当我在和很多人交流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对方一直在疯狂输出 然后当我在提到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对方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不想听 对,他可能会不想听 或者有点不耐烦 其实我觉得这都体现了 看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倾听努力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个很好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两个都有非常好的倾听努力 然后当他在表达的时候 我可以全身心的去专注去听他讲话 然后当我在表达的时候 他也能够非常认真的在听我讲话 但是他哪怕在做别的事情 他也可以听到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的话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对,我可以一心而用 对,是的 所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两个都能够 当对方在讲话的时候 都能够很好的去倾听对方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我会感到自己也被接纳了 也被理解,也被支持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人嘛,都是想要被理解 被倾听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之间非常 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以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是的 就是哪怕你性格可能会比较强势 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耐心 但是呢,当我们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他的耐心指数爆横 然后可以去听我讲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强势和倾听是两码事 他并不是说你是强势的人 所以你就一定不倾听 不是这样的 倾听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 你想要去了解对方 你想要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需要去了解的时候 你自然就愿意去吸收他所说的话 对,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能力 是一个可以被提升的能力 继续提升 OK 那我觉得还有我们之间共同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都是愿意持续学习 去学习如何有更好的人生 做更好的自己 如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样的一个态度 OK,你刚说学习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指的是学习 然后我就想,谁喜欢学习 我不喜欢学习 你喜欢学习吧,可能 你才喜欢学习 没有,我觉得我虽然一直在学习 但是其实学习 到现在真的非常的苦 很苦 学习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是的 所以,但是学习的态度 就是你要能够知道 你的一生是要持续不断的去学习的 但是并不是说你需要去学唐诗三百首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需要去学习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你要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 OK 那么你要怎么去包容你自己 你怎么认识你自己 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一直学习 我们也愿意一直保持学习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学习 好像在我听来是一种成长 是一种进取 是一种,对 就是不只是书面上的学习 而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在学习 善待自己 啊,对 比如说像这种 接纳自己 对,像这一类的自我成长类的学习 对,这是我们的确是有一直在做的 就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 我们会有阶段性的成长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你的身上学习到了很多的就是 我其实脾气很不好 这个我也知道 那我觉得跟你相处十几年之后 我的脾气慢慢的变好了 然后我的脾气变得不太好了 那我觉得因为我脾气很爆嘛 很火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需要一些温和 我需要去向他学习如何去温和的处理事情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需要去学习的点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我从他的身上学习到的就是 环境友好 在不必要的时候不要去用一次性的这种 天哪,我好感动啊 或者塑料袋啊 什么 所以我现在去超市都背个帆布袋 对,因为想要节约一个塑料袋 这样 天哪,我感到非常的被支持 对,因为这些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就强制说 你不许用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自身做起 然后你的行为感染到了我 我看到了 我觉得是很好的行为 我愿意学习 然后我就学习到了 我非常的感动 Thank you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自己应该也是可以 每个人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事情 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这并不是听起来一个非常夸张的 而是我觉得这可能甚至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 因为你就是在为你自己生存的环境 去让它变得更好一点 被一个你自己更愿意看到的世界 所包围 这难道不是一件利己的事情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持续学习 持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点 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探讨 所以这是我们永远的一个话题 永恒的话题 一直都可以说 因为人是不断成长和学习的 是不是 非常好 OK 那我来说一下最后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虽然 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闺蜜 然后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 但是呢 就是我们已经非常地了解对方的性格 然后也非常了解对方 尤其是他非常摸得清楚 我的一些做事行为模式 然后我也基本上会比较了解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知道他喜不喜欢 或者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就是哪怕我们已经非常熟悉 对方的这些行为还有想法 还有对这些逻辑的时候呢 当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是会对对方抱着 非常真诚的好奇心 然后想要去了解对方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你当时产生不好的感受 为什么是 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好的情绪 不好的感受 然后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们不会给对方去做那些预判 觉得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然后你肯定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 非常想要去了解对方 对于不同的事情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我们 因为一直在改变 所以我们可能对新的事情 或者是哪怕是之前的事情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对 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改变 并且一直是在学习和成长的路上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不做预设 然后对对方保持真诚的好奇心 是非常重要的 好感动哦 OK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 然后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讲 OK 拜拜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吗 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啦